今天我們第一次講一些輕鬆的事情 不要說這麼沉重的事情 今天現在是9月的下旬 是不是接下來你應該在諾貝爾都開始揭曉 年年都是10月頭左右的 10月頭就有諾貝爾獎報報的了 我們一如以往一定會追著 但是正式諾貝爾公布前就有些花邊東西 有個搞笑的諾貝爾就會翻出來的 那你可不可以簡單介紹這個搞笑的諾貝爾獎 或者是ignobel prize呢? ignobel prize不是ignobel ignobel prize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是這樣的 它有一點惡搞性質的 但是我又覺得有時候 你很認真地做一些無聊的事情 你會發現有時候你看到它背後的意義 它原意是想 又是有些稀少路馬的性質 那它就找到很多在學術界裡面的一些研究 看下去就引人發笑的 但是其實它更加想說它發人心醒的一些的題目 那它當初頒第一屆的時候 我就很記得就是它頒了一個搞笑的諾貝爾和平獎 就頒了給這個adbert teller的 就是那個美國弄輕彈的那個 輕頭之父 是的 那它提議一個理論就是說什麼呢? 你想達至世界和平就大家弄多一些武器 就是讓人人大家都有武器恐怖平衡 大家不敢攬炒就不敢發動戰爭 那就不怕世界各人 哦 現在今天我們可以測試這個理論的了 我們今天開始 是 你發覺現在又是大家有行企圖 拿核武來去上晚攬炒的 是不是? 但是其實一直推展下去 就是它們發掘到在整個學術圈裡面 就是很多時候有很多就是看起來好像很無厘頭 但是其實原來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研究 有些甚至乎呢 就是曾經試過出過就是 它拿完搞笑諾貝爾獎之後 是真的拿到正式諾貝爾獎 所以你證明這些研究本身就是說 不是一定是很白癡的 往往可能背後有一些很深層的意義 而那個既拿到搞笑諾貝爾後來 拿正式諾貝爾那個 我們以前有節目專題過 就是它怎樣用瓷場來浮起那隻青蛙那個 那那個就是其中之一個 所以我覺得在講正式諾貝爾獎之前 講一下這個搞笑諾貝爾獎裡面的一些有趣的東西 還有跟大家介紹一下 裡面有些什麼值得細微的研究 就是小小時間是值得花下去看的 講一下 你剛才提過是有人是 是直接拿了這兩個獎的 是 有的 所以我就不是說亂來的 當然有些東西真的還來好像很搞笑 但是呢 就是往往這些這樣的研究 你能夠拿到撥款申請研究 就是你背後一定是有一些重要的原因在那裡 那我接著來都會講一兩個 我覺得認為多有趣 又跟科學有關 而且背後都真的有幾發人心性的原因在背後 那是什麼途徑的人會入圍 還是怎樣選的 其實我想都有一個提名機制的 就是你起碼看一個題目看都要好笑先 嗯 其實台長你也展示了一個畫面出來 就是說 有人原來竟然是研究 就是說你的門柄多大 就影響到你用多少隻手指來扭它 有人是研究這件事情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的 就是這一屆搞笑的諾貝爾得獎者的 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介紹一下他們 是啊 那這單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很好講的 但是其實有一兩單 其他我覺得是值得跟大家講的 有一個我覺得看的題目都已經夠好笑了 就是說他那個諾貝爾的 搞笑的諾貝爾生物學長 就頒給一個巴西和哥倫比亞的聯合研究團隊 他們就是說去研究一下 一些蠍子 去便秘是怎樣影響到他的交配行為 就是你這個聽到我很無厘頭 但是原來他研究這種生物生態 他有一些東西就是說 當然蠍子他都不想自己便秘 也都不希望自己便秘影響到他的交配行為 但是原來蠍子也是有些自我防衛機制 他也可以好像一些炎蛇壁虎一樣斷尾 但是斷尾的時候 有時候他一下子斷了 就是他令到自己身體的排泄系統 都是受到損害 於是他自己身體上就會累積得越來越多的廢物 其實就是大便 排不到出來 於是他便秘 原來最後真的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交配行為 其實是這樣 純粹就是一種生物上 去了解這種生命的生存機制的研究 但是當然發現了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這是其中之一 但是另外一個值得多說幾句 就是其中一個是說醫藥獎 即是他的搞笑學貝爾醫藥獎 頒給一個波蘭的研究程序 他原來就說 當他看到有一班接受化療的病人 通常很不幸你 就是男性要做化療 是有很多副作用的 那個過程可以很痛苦的 那就視乎你是用哪一種藥 但是他當然就是希望想一個途徑 就是去減低這些副作用 我可以想像就是 有時他為了去抑制一種藥的副作用 就要用另一種藥加進去 那就變成有時的藥 有些是主要幫你去對抗癌症的 有些是用來幫你抑制副作用的 出來的效果有時候就是左手打右手 出來是一個很複合的反應 就令到很多病人很不適 在這些研究配方的時候 這個波蘭研究團隊就說 不如我把薄粉的這些藥品 就不要給藥下去了 我把它換成其他一些有安慰成份的東西 他們就選了給它雪糕 就是這個你就看到了 雪糕就成為了整個癌症病人 化療的其中一個的廚房 就是這樣的一件事 當然你會看到就是 換了雪糕下去好像很昆水 好像哄小孩子給它雪糕吃 但是可以這樣說 在心理學、醫學來說 我們都很不能忽善那個 那種自我安慰的那種作用 其實很多時候就未必是真的 那樣東西 那個雪糕自己本身有什麼獨特成份有用 而是它帶到你的人去 令到你的內分泌 調動你的內分泌 來懂得去自動去安慰自己 甚至乎壓抑了一些負作用反應 而且出來的損害是比較小的 如果很多時候你找到一種適合的安慰劑 其實是一個可以是一個嚴謹的 就是有科學根據的一個治療方法 那問題就是說 你經歷了多少臨床 去證實這件事 那所以就是說 就是這些這樣的研究 雖然不是每個人一定 最後就走到很正式的諾貝爾殿堂 但是在這些研究背後就是說 他們都要有一個很正當的 一個學術上的原因 那所以呢 他們才會開始到這個研究 嗯 那那個開門那裡都要講講 我日本仔社的日本人在做的 那這裡呢 我就沒有什麼特別要補充的 我一開始就是說 你扭那個門柄 你的門柄做得多大 那你要用多少隻手指這樣 那我想這裡就比較牽涉 比較多就是你的產品 就是產品設計的那個問題 你怎樣才會令到你 最有效最舒適 來去達到這個效果 就是你知道的就是 門柄太大和太小 都不是一個最好的效果 那你有什麼辦法 找到一個叫做最佳化 一個最好最理想的大小 就令到方便到最多的人呢 那我想這裡就是說 在那種設計工藝那裡的一個需要 於是就去研究下去了 那我覺得就算你說現代的 不要只是說產品設計 你就算說 比如Apple那些這樣的產品設計 很講求那種用家經驗 就是要由你那個用家的經驗去反映 去改進它的設計 那其實這件事我覺得就經常發生著 我看了一張 paper 那張 paper 會很開心的 是啊 就是殺有介事你看到 就是很象心獨運地 研究到你怎樣扭 你的大小扭力是多少 是不是?然後你的人的手 就很大約 就是通常你是小孩子手大人手 通常人的手是幾大幾小 你要找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去遷就到最多的人 這個意思 是啊是啊 所以小題可以大做 是啊 所以就會令人會心微笑 就變成搞笑諾貝爾 OK 好啦搞笑諾貝爾 其實你覺得這個搞笑諾貝爾 有沒有具體的科學意義呢? 本身我就怎麼說呢? 我覺得那個意義有時候 不一定只是為了科學的 有很多時候它是 就是有些稀笑怒罵 它不是為了去 就是去嘲諷某一個人去做的 而是很多時候希望 越大到多那些 發人深省的信息去做的 就是很簡單就是說 剛才不是說的 有一位他曾經去 拿完搞笑諾貝爾 再拿這個正式諾貝爾的人 他就是在搞笑諾貝爾 因為浮起的青蛙而獲獎 然後就是他在正式諾貝爾 他是一個很喜歡一些很crazy 很狂況的 就是一些靈感的一個人 他就專門每個禮拜 在他們的小組的seminar裡面 專門提出一些 不一定要很嚴謹 但是一個很新鮮 很有趣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譬如他研究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 Graphine 那些是石墨熙的那些研究 大家一定想得很辛苦 怎麼可以拿到最薄的一塊 結果他們那幫人就是 用一些膠紙貼起來就算了 純粹是在這個膠紙座裡面 然後就發覺原來貼到很多 只有一層那些石墨熙出來 其實就是說 比如在這個例子裡面 你就會看到 其實他很希望鼓勵一些人 在做這個學術的過程之中 盡量去釋放自己的靈感和創意 也就夠膽去做新的嘗試 然後就是有一些看起來 好像很crazy的東西 最後帶到別人一個很新的結果 是令到整個學術界很受鼓募的 那這些人就要去 其實就是借著嘲諷他 其實實際上去表揚他 另外就是說 講到第一屆Ever Taylor那些 他特意頒獎給一個主張整合單的人 這樣 那這件事其實就是一箭一石幾鳥 一方面就是 原來我們知道這種博弈理論的思維 在背後就是 叫做幫我們判別到人的怎麼去做決定 另外就是要我們去真的 文人也好 理方人也好 想想這些武器 對我們未來社會的影響 世界和平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在這些 好像很對立很荒謬的事件上面 去希望大家去思考這些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 也都為什麼搞笑的 駱貝爾就是 一直累積到他一定的聲譽 就是他當然經費又不是特別多 但是就是 他總是就會 大家都營運了下去 其實他也不需要花很多錢 來去頒獎金給別人的 因為他每次頒的獎金 都是好像用津巴布的位置來頒 是的 但是銀馬很大 今年應該加上貨幣 是的 他現在還要說 不需要特意的請人 去現場 他又不需要給機票去請人來 我頒給你 然後你喜歡來就來 現在這一兩年 這幾年因為瘟疫的關係 全程就放上直播的 所以他的成本其實很低 其實是 我記得以前有人去的 最初就因為純粹搞定 但是搞了一下就成了一輩子 現在我相信 特意去的 特意去的 現在這個Nobel Prize 遲些都可以和這個Nobel Prize 代表獎並駕齊區 我找到剛才你說的 Andre Seym 我不會讀後面的那個姓 但是這個是俄羅斯聯邦 很厲害 趁有一小時間 第一節想問一下 今年你猜那個諾貝爾的醫學獎 會不會頒給他MRNA的研究 其實應該有頒過 就是說如果MRNA那些 也有頒過 但是今年是不是一定要和瘟疫有關呢 那我就覺得 我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我 除了你說和平獎 和經濟學獎 可能比較牽涉到時事因素 但是你說如果其他的 我想都完完全全是要依賴 我們科學的發展 是啊 沒錯 可能這個物理學獎那邊 都可能講的是牽涉到一些最新的 天文學的發展 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來的 好了 第一節我這裡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